日本的自民党党魁选举在今天中午正式登场 环宇新闻在日本场外的最新职集 带您来看看 包括像是林芳正 高市早苗 候选人都搭车抵达 至于石破帽 则是徒步进到了自民党 目前在日本的最近情况如何 赶快交给环宇新闻特派记者 施续号告诉大家 好 环宇新闻持续为您守候在最新的现场 日本自民党的党魁选举正式的来登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位在自民党的外头 那么在日本时间的这个下午一点钟左右呢 这个投开票作业是正式的来开始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也在门口捕捉到了 陆陆续续有候选人进到了自民党里头 包括像是石破帽 高市 早苗 还有菅义伟等等这些党内的大佬 也都纷纷进到了这个自民党里面了 不过因为现场现在是下着雨的状态 因此大部分的人都是搭乘自己的坐车进来 只有石破帽呢 是从这个议员会馆徒步走到自民党里面 另外像是林芳正等人也都搭车到自民党门口 首相岸田文雄则是最后压线在前几分钟才抵达 在场外除了大批警力进行维安以外 还有来自日本全国甚至北海道的媒体也都到场 这次自民党选举第一轮投票为党员和议员各368票 全国党员的部分已经在26号邮递投票截止 在今年早上开始进行开票 下午进行的是国会议员的投开票作业 但第一轮投票没有候选人拿下过半票数的话 前两名的候选人可各自进行五分钟演说 再进行第二轮决选投票 到时候国会议员票数的比重就高达了九成 党员票剩下一成 因此包括岸田 菅义伟 还有唯一没有解散派系的麻生太郎 会把票投给哪一边 成为最后决胜关键 选举结果出炉后 新任党魁将在日本时间晚间六点举行记者会 并预计在10月1号召开新国会首班职名选出新首相 以上是欢迎新闻市区号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报道